马来西亚市场很多人对 Wagon 车有一种错误的认知 就是这种车是专门在一些冰仪行业使用的 可是实际上现在的冰仪行业也已经更换成了一些豪华的 MPV 来做他们的工作用车 所以 Wagon 其实很久很久以前已经就不在意作为这个冰仗行业使用了 而这款车实际上也不适合作为这个用途 那么这款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 Vovo 的 V60 T8 其实在欧洲的市场 Vagon 跟 SUV 基本上是可以分庭抗理的 我们就拿马来西亚市场大概是 28 万令吉左右的 SUV 来做对比 例如说这个 Mercedes-Benz 的 GLC 200 在 BMW 的 X3 X-Drive 20i 跟这个 Vovo 自己的 XC60 B5 其实他们的定位价格都非常的接近 那么为什么消费者还要去选择这款车 首先第一点 Vagon 车的功能性跟实用性基本上都不输 SUV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 V60 是这个 S60 的这个长尾的版本 旅行车版本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车尾长出一截 这样一来它后面的这个空间表现就会比一般的 Sedan 还要出色不少 而且不会输给 SUV 再来一点就是 SUV 它的这一个车身的重心跟高度都比较高 虽然说有着高视野的表现 但是会一定程度的影响它的稳定性以及操控表现 而消费者们通常如果是要这个兼顾操控表现跟空间表现的话 他们就会去选择 Vagon 这也是为什么 Vagon 车型在欧洲大卖的原因 因为欧洲的消费者都很喜欢户外活动 而且重点是一部分的 Vagon 车型支援这个 4-wheel ride 的系统 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进行轻度的越野 你去到户外的话要进行一些应付这个沙滩啊等等等等 这一些 Vagon 车型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Vagon 车型的后座空间表现实际上是非常的优秀的 我个人觉得它的空间表现甚至比起这个 XC60 还要出色 而且重点是它可以支援这个椅背完全倾倒的功能 所以说你一家人出门的话你要放行李也好 还是你要做时下很流行的 Car Camping 它基本上都可以 Support 你把第二排作为倒屏之后 放一个比较小的低纜 那么你要车在场过一夜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相信 Vagon 慢慢会在马来西亚市场流行起来 而目前呢 马来西亚市场 Vagon 非常少 V60 就是少数 Vagon 而且是豪华的品牌 内装设定的部分 基本上跟之前在马来西亚发布的 S60 T8 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还有这个最新式的水晶排档杆 这个是货真价值的水晶效果非常非常的亮眼 只是呢 你如果时常在摸这个的话 上面难免会有一些指纹等等 所以如果你是有洁癖的话 这个排档杆呢 你就真的时常要去做清洁的工作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触屏主机 触屏主机非常的大 可是我觉得这个触屏主机还有一些神机的空间 例如说它支援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但是并不能全屏 你在使用 Apple CarPlay 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些折挡 所以其实显示效果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还有一点就是冷气 这个内装设计为了尽量的直觉化 它就把所有的按键一切都整合在这一个触屏主机里面 所以你要控制冷气的时候你就要点一下 然后才来控制风量啊 温度等等 我觉得开车的时候这样子的做法不够直觉化 而剩下的细节方面呢 我很喜欢这个抬头显示器啦 这个抬头显示器它除了可以显示时速啦 然后你的主动式定速巡航啊等等等等的资料之外 它还有这个道路图标显示功能 也就是说它会告诉你这边的限速是多少 不要超速 对了 要提醒大家的是 现在所有的Vovor 车款呢 急速只有180 虽然说只有 但是其实180很快的 大家开车千万不要超速 这款车还有几个特点 包括了这个全景天窗 毕竟作为旅行车呢 我觉得车主可能会时常开着这款车去做户外的运动 这一个采光非常不错的全景天窗 就可以让你享受一下风和日丽的风景 另外 这台车也配备了非常非常丰富的先进安全配备 你想到的它几乎都有 像是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自动紧急刹车等等等等 确保了你一家人出油的话 它还是可以非常非常的安全的 这个后座因为有全景天窗的关系 所以虽然车身矮了一点点 但是其实并不会有太大的压迫感 加上它这个屋顶是白色的 所以其实亮度够的话 这个压迫感真的不会太重 不过这个后座我觉得有一点问题存在啦 第一点就是这一个 中央鼓起的面积太大 所以基本上它的后排只可以坐两个人 然后你把中央扶手放下来的话 做的会舒适一点 但是如果你要再多人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 这凸鞋面积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是像我们现在架的这个T-8的版本 中间是放置电池 所以它辞掉了这个中间的位置 而且也取消了这个冷气的出风口 如果是在海外呢 它们还有一个T-6 OVD 的版本 OVD 的版本的话 它就会有那个传动轴 HBT 表示文化的车款是没有传动轴的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如果它是纯内燃机的版本呢 它其实还是有那个传动轴的存在啦 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一点 它取消了后面的冷气出风口 它把这个冷气出风口放在了这边 老实说这个风量并不是很大 而且我刚才坐在后面一段时间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热 除非前面的冷气开很大 不然后座真的是会热死 但是如果你前面开太大的话 前面的驾驶整个前面整个会很冷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 其实有少少的不够人性化 如果以坐姿来讲 这个车的坐姿表现其实也只是刚刚好而已啦 也没有说太过优秀 尤其是这个椅垫 支撑是不够的 长途坐的话可能会 我觉得也会有一点点辛苦 不过还好是它这个椅背 还有这个头枕 可以让你的头部有个非常非常好的支撑 这一点是加分的选项 总结来说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其实我是觉得中规中矩而已啦 基本上目前Vovo的所有车款都是混合动力 差别只是48V或者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而已 马来西亚版本的V60呢 采用的是2.0公升的双增压引擎搭配这个电动机 电动机在后面 这个汽油机在前面 所以它是一个四轮驱动的车款 综合最大马力超过400hp 峰值扭力超过600Nm 加速非常非常的快 但是这台车就像我讲的 它是一台家庭用的旅行车 所以操控并不是它的强项 主要它的悬吊还是以舒适为主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限速是180kph 所以大家开车的话不要因为它的性能真的很出色 所以就拼命而拆 它的大马力只是方便你超车而已 虽然说这款车不是一款运动操控取向为主的车 但是原厂也就为它配备了米其林Pilot Sport 4的轮胎 所以对于操控表现会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我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 真的不要对它的操控表现有太大的期望 因为其实它真的只是中规中矩而已 另外呢因为它是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款的关系 这个电池的容量比较大 存电动行驶的里程会比较多 所以如果你充满电的情况下 一般的四驱驾驶基本上都是在走存电 用到汽油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因此这台车只要在电力充足的情况下 它会非常的省油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它的简单驾驶感受 BoBo給我一直以来的感觉就是这个 舒适有余 加速很强但是操控不住 其实在这个V60上面也是一样 V60你可以感应到 其实车底的刚性真的是非常好 它的抗驱表现我觉得在弯道的时候真的是斩路无遗 但是它主要的问题是在这个 steering 跟悬吊 steering 的这个转向其实比较空虚 比较松动点不够紧凑 所以路感丧失的蛮严重的 而且这一个它的悬吊真的是偏舒适 所以真的是在corner 的时候 你可以feel 到它是比较 怎么讲 侧倾会比较严重一点 如果讲我拿着一个C-Class或者是3系来比 of course 3系列是当之无愧的王者嘛 如果是它跟新一代的C-Class相比 它的操控表现一定输给C300 但是会比C200好一点 因为C200真的是太舒服了 比这辆车还舒服 所以同样的它的操控表现也没有是太好 所以严格来讲我觉得这辆车是中规中矩啦 不过它的twin charge engine 真的是让你整辆车开起来很轻快 如果真的在highway啊你要操车什么 基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不过我还是希望就是Volvo以后的车款 可以稍微再加强一下这个操控表现 就这样不太快的速度啊 大概是40这样子过这种小弯 我会觉得这个车辆的侧倾是明显 然后这个steering 有点不大跟手 这个steering 不大跟手的话 就会让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这台车 不过我必须讲老实话 这台车整体表现还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讲你真的只是比较在意这个动力表现 然后操控表现你觉得够用就好了 这台车还是可以考虑的 加上后面的空间这样大 去玩刷 去旅游 去露营啊等等 完全没有问题 Amazing 在影片的最后为大家补充几个小知识 第一点就是马来西亚所贩售的Volvo车款 基本上都是CKD的 包括这个V60也是一样 而且原厂打算把马来西亚市场打造成 东原厂在东南亚的枢纽 未来像是这种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款 甚至是电动车都会在马来西亚组装 并且出口到海外市场 其中就包括了台湾 第二点就是载用这个SPA Platform SPA Platform的车款呢 基本上它的后悬吊都是Lift String Suspension 也就是说跟这种卡车的悬吊会有一点类似 但是它进行了特别设计 所以呢它可以承受大的重量 而且呢它的这个空间表现也不会吃掉太多 这个是这个SPA Platform的特色之一啦 这也是为什么它的XUV 跟它的这种旅行车 都比较适合在中ins 这一个就是我要提到的Vovo 的特点呢 我必须说老实话 马来西亚消费者 对于这个Vagon的车型 其实真的并没有太喜欢 就像我之前说到 可能因为这种兵仪行业的关系 他们会认为这台车就是这样咯 但是实际上呢 我要说老实话 他们的实用性是真的不错的 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车尾部 真的很大 不管你真的是要载东西也好啊 还是你要就是放倒瓶 然后当做 Car Camping 都好 其实真的都可以派上用餐 所以这个车真的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它而已 如果你喜欢实用的车款 不妨去看一下这个 V60 我相信呢 比起 XUV 你会更加喜欢这种旅行车 为你带来的操控表现 以及它的实用性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个 V60 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下一次再见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